各位好,我是晚熊哥 晚熊哥要來介紹牌組啦 今天玩我們新活動愛德這個活動的新卡 就是我們的這張低頭腦 那我個人覺得低頭腦搭配魔鬼小子其實還蠻強的 那聽晚熊哥說明一下 那低頭腦的效果是 我方場上不存有冠有低Hero之名的怪獸可發動 從牌組特殊轉換一張等級三下的低Hero之名怪獸 可以從牌組直接拉 而且各位有發現嗎? 他並沒有說一回合一次 也就是說 你如果從上有兩張 你有辦法一次開兩次的話 那基本上是可以開到兩次的 而且他的條件是沒有低Hero的怪獸 也就是說你有其他怪獸是沒有關係的 對,那這就是他強的地方 因為我們可以搭配其他的牌 然後把這個當作是 就是外掛進來的一個概念啦 那我外掛的牌就是外掛突襲魔女 或者是外掛我們的赤紅共鳴者 那我們簡單說明一下 我們可以先用低頭腦特招這一隻魔鬼小子 那利用魔鬼小子把對方除外 那除外之後他兩回合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效果吧 魔鬼小子 暗屬性等級三 戰士族效果怪獸 攻擊六百手 備力八百 那他是以表測表示 攻擊存在於我方場上的時候 一回合一次 選擇對手場上一隻怪獸 從遊戲中除外 那發動後就不能進行公宣 那因此效果被除外的怪獸 第二回合的我方準備階段 以相同形式回到對手場上 所以他要兩個回合才會回來 那我們就搭配普拉的意志 普拉的意志就是直接把對手的 除外的怪送到一次元 那我通常不會第一回合 馬上就把對方送到一次元 我會累積兩張一起送 水 所以魔鬼小子這時候就派這樣蠻大的用場 你只要想辦法保住你的魔鬼小子 或者是你就算被打爆 你手上還有低頭腦你就再開 直接跳出來 然後就把他除外 然後就趕快再開 把他送到一次元去 那這個搭配 我還有再搭配 這一張赤紅共鳴者 也就是說你從牌組 跳出來 你可以再跟共鳴者做通招 做2加3的統佈 做等級5 那如果你這一張魔鬼小子不小心上手了 因為你的低頭腦只能從牌組跳 所以如果你不小心上手了 沒關係 赤紅共鳴者可以跟這個魔鬼小子搭配 那赤紅共鳴者是 召喚成功時 從手牌特殊召喚一張等級4以下的怪獸 你就可以下共鳴者 再下魔鬼小子做2加3的同步 也可以 對 那這個魔鬼小子也可以跟這一張 三級戰士 應該是練級吧 做同步 光屬性等級4 戰士組下5怪獸 過子1800 手牌1起2 那召喚成功時 從手牌特殊召喚一張等級3以下的怪獸 你就可以先跳他 之後再下魔鬼小子 然後除外對方 所以 主要是 這個共鳴者跟這個三級戰士 主要是怕說魔鬼小子上手 那就會有一點卡 因為他會吃一次同招 那我們就利用這個 這個共鳴者跟三級戰士 可以再次召喚的概念 然後把他交到場上 然後發效果除外對方 對 那你當然你有抽到低頭腦是最好的 因為抽到低頭腦他是特招 而且直接從牌組拉出來 直接爽賺一張 對 那你除外對方之後 看你是要做同步 還是你要給他突襲魔女吃掉 那突襲魔女吃掉 直接炸爆對方 因為你前台已經清完了嘛 就是你把他除外了 那重點就在於對方的後台 而且因為你發動的這一回合 是不可以攻擊的 所以我覺得就先把對方的後台炸爆 也是一個很不錯的方法 那為了要搭配突襲魔女 我就放了比較多陷阱卡 三張無敵陷坑啊 兩張加拿大 還有閃電爆裂 那搭配起來 就可以直接跟突襲魔女 直接做這個生招的素材 對 那同步的部分 我放了等級6的 等級6就是 三級加共鳴就是6 等級5我換成 等級5就是共鳴加魔鬼 等級6我還放了一張惡魔妖精 等級10也是有機會 我放這個 這個天窮霸龍升天龍 對 那主要是搭配8加2 突襲魔女加共鳴者這樣子 對 所以這個技能一定要用普拉一隻送到一次元 不然我覺得就打不出這麼好的效果 好 那廢話不多說 我們來看回放吧 好 第一場打我們161 好 那我們是一個後攻的狀態 好的 對方排阻平衡發動 那現在用排阻平衡很大的機率 很有可能是芳香 欸果然是芳香 嘶 來對方下一個茉莉 來利用茉莉效果 這個再通招一個 好那我們就直接下頭腦 發動魔鬼小子的效果 直接把它除外 然後再下一個共鳴者 然後共鳴者 再下一個魔鬼小子 再除外一張 兩張直接除外 來對方使用一個干涸之鋒 好 那利用迷迷的效果幫我們轉手 順便發動干涸之鋒的效果 炸我們一張 好那我們直接被打爆 不過沒關係 等一下一樣送他回老家 好那我們直接發動 欸普拉的意志 直接從意志源消失 來直接突襲魔女 方向你只要除掉他後台 他就沒什麼好怕 他就跟垃圾一樣 好那直接獲勝 好我們再看下一場 好嘞這場打海馬 那我這一次錄的場次比較多一點 因為我覺得這排還挺有趣的 就是這個低頭腦真的 我是覺得挺強的 各位建議各位一定要把它拿滿 好那那我們一個頭腦下 來頭腦效果 直接拉我們的魔鬼小指 魔鬼小指效果發動 除外他 那你不要急著直接開一次元 等對方多一點再一起開 好來一個無底線坑把它蓋起來 好那我們再把它除外 來普拉的意志 直接送走 死衣 好來對方打 喔原來對方是混光道的牌子 好那光道被我除外 他墓地就會很不利 因為他 光道就是靠墓地種類的那個光道數量來 來撐場 好那再除外 好那我再除 死衣 然後必要的時候再下突襲魔女 好那他 因為他兩回合就會跑回來 所以基本上 如果這個這個技能 你不打普拉意志的話 就不太好用了 就是你一定要把他送到意志元 不然他一直回來也不是辦法 而且發動效果 其實最麻煩的點是在於說不能攻擊 對 好那我們蓋起來 不能攻擊就等同那一回合 就沒什麼用了 好那我們準備反擊囉 好來突襲魔女 水 炸爆 好來先打爆他 來扣到1800 那準備要收尾了 好來對方什麼抵抗都沒做 好來那魔鬼小子的又回來了 所以魔鬼小子 如果不搭配普拉意志 送到意志元氣真的不好用 好那接著光槍龍 好彈走 水 好我們再看下一場 好來第一場打凱撒 那打凱撒有點不利的點是因為凱撒的那個超載融合 好忘記什麼融合了 是可以直接在櫥外去做融合的 對就是人工支援 來他直接開電子式奧義 直接跳兩張之後 直接 喔電子負債融合啦 直接從櫥外去做融合 好來那他叫一個奇美拉爆走龍 來我直接無底線坑跟加拿大把打開 好我等一下就直接把他送走 好那我們下一個這個魔鬼小子 來除外 再除外 來直接同步 來先同步出換成 好來那直接把他送到意志元 水 好來直接換成打過去 直接收尾 那我們再看下一場 好來這場打鬼谷種 記得好像是打那個 那個叫什麼 我靠腰我忘記他名字了 那個不知火啦 但是不知火你要除外對方的時候要小心 因為不知火除外會發效果 好來對方直接蓋 好那我們直接第一頭腦交到場上 好來跳到場上的時候 記得攻擊表示才可以發 來直接除外 水 我不會馬上急著直接開鏡了 因為我要留著用 好兩張一起除 好來再除 水 來直接再見 因為他下回合會跑回來 好來同步 好來先叫換成 好來蓋一張 好來又神抽低頭腦 好來低頭腦 來對方直接這個 這叫什麼 真蟲炒哭 好來我們下 來第二張同步 來直接叫我們的 換成貓的瑪莉斯 他的 他的特招很強的點 就是只要沒有低Hero 就直接叫 可惜他只能叫等級3一下 如果他可以再開放到4一下 那真的是這張卡真的是超級強 那就要等 看有沒有更強的等級3的Hero出來 來我們直接把他蓋起來 好來他就在跳 來我再蓋 好來我不知道他為什麼會發手坑 為什麼會發速攻擊爆卡 其實我不是很懂 好來那直接投降 好來這張打約翰 好來這張打約翰 好我記得這張對方是打這個 寶玉獸 你看寶玉獸你只要被我除外 你就不用想叫那個啦 這個彩虹龍了啦 欸他也沒有放額外 好來那直接低頭腦 來直接跳 好魔鬼小子 來魔鬼小子跳出來 直接除外 好來直接 不馬虎突襲魔女直接跳 死衣 再見 因為你跳出來是特招 那再跟後台的一張陷阱卡搭配就可以了 好來藍寶飛馬 好又是低頭腦 低頭腦直接跳 好來除外 死衣 好來開一次元 再見 兩張直接夾賽 好來再次同步 來叫換成二馬尼斯 好來超凡水晶有過凡 好來他發寶玉的指引來跳 牌組的 這什麼概念 喔 好來沒關係寶玉直接被我打爛 再見 再見再見 好來炸掉 稍微 水 你被我除外了也不用想要叫彩虹龍了啦 被我被我送到一次元了 好我們再看下一場 好來這場打馬力克 我記得這場好像是打自閉 所以自閉 遇到自閉 突襲魔女就更加重要了 好來對手蓋一張 好來那我們直接不馬虎直接頭腦交出來 來直接除外 水 好那 我要這個特招的時候他就炸我後台 如果沒關係 好來直接同步 好來那我們叫光槍龍 我很怕被放榮源魔神啦 好來送到一次元 水 好來直接再見 好來 喔亞馬遜亞馬遜 哇果然是自閉牌 沒關係光槍龍直接彈爆你全家 再見 兩千三 來盡量不要放兩隻 又怕被他幹爆 好繼續彈 再見 水 好我們再看下一場 可以從場上 場上不管 就是只要沒有D hero 可以從牌組直接跳舞 就會覺得很強耶 而且外加他又是什麼 他又是沒有限定 一回只能開一張 對 好那我蓋一張無敵線坑 喔打芳香 哇哇哇哇哇 好來那直接突襲魔女直接 因為芳香的後台很雞巴 好芳香這兩個加險都被我弄掉了 好我們再下一個 來打過去 來對方是恩惠之風 恩惠之風就可以支付一千點 然後從牌組 通手擺 通目的特招 好來歐什麼歐白質 然後直接用超營養太陽特招 好來沒有打過來 來我們直接把它除外 好準備要送到一四元的時候 通手就投降了 對 我個人覺得這張卡 大家盡量把它拿買 因為它的特招的真的很方便 譬如說你以後想要有生招的素材 你只要開這張直接跳到場上 就可以直接生招了 我覺得是一個很不錯的一個combo 對 而且 它的好處就在於說 你條件非常簡單 你只要場上沒有D hero怪獸 都可以開 又沒有限定一回合一張 對 那等以後有出更強的D hero 等級3以下的 應該就會更好用了 但是我不知道D hero 有沒有等級3以下的強怪 對 就是OP卡 但是我不確定有沒有 好 那我們今天影片到這啦 我是玩熊哥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請幫我訂閱並且分享啦 那我有點累了 我真的想去吃個泡麵再睡個覺 Sweet